大学个人申请放榜 慈济科技大学的录取报道率 连续三年创下好成绩 107学年度达到91.59% 108学年度超越92% 109学年度更创下94.73%的新记录 这几年学校也积极地朝国外去合作 所以我们的学生有很多在国外学习跟服务的机会 所以我们的学生就能振广他的视野 现在的学生对这一部分的也非常向往 所以这几年的招生就有逐步的提升 其中原住民专班从85学年度开办以来 几乎年年满招 将学金制度免于升学的经济压力 不少偏乡部落的孩子 都以进入慈科大就读为目标 让他们进到学校可以安心地就读 不用为了学长费 不用住宿费 书籍费这些大以上脑筋 可以专注在课业的学习上面 考到执照 然后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工作 那有一个很好的收入可以改善家庭还有部落 多元的课程规划涵盖了在校的就学期间 以及毕业后的就业辅导 是学生学习的最佳后盾 大约新闻 红旗邓明仪 华联报导 年轻歪 deben在校园上更好 拷 Không想好